欢迎观看由PinkLab出品的WearShot写一分期 从入门到精通这个视频教程 我是PinkLab的陈一泽老师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大概对WearShot这个转件 来进行一个基本的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进入我们的一个Part1 基础副分 我们的1.1 安全 安装入门 这里面有几个东西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它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跑 然后它有哪些网址 还有一些软件 先来过一遍吧 那么关于软件概述呢 我刚才在那个客人介绍里面的话 已经有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的话软件的功能的话 像主要这几个吧 就是可以分析底层协议 那么的话呢 可以去解决我们的一个网络安全故障 之类的解决一些 这个网络安全攻击之类的 然后的话呢 对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常见的IT人士我觉得都可以去使用 这个我们已经在上一个视频里面也讲过了 那么重点就是说 关于WearShot因为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 所以它的一个跨平台能力是比较强的 包括不管你是windows 或者你是这个苹果的一个macOS 以及我们这些 Unius 像Ubuntu 像这些系统完全都可以在用WearShot跑起来的 而且像 像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产商 它一些底层的一些抓包功能 像有时候也是用这个WearShot 这个工具的一些底层代码来做的 OK 然后呢关于这里面的话呢几个网址要推荐给大家 那么的话呢就第一块呢是我们WearShot的一个官网 那么 大家可以在里面找一些它的一个下载包啊 或者找一些相对应的一些 教程或者是帮助文档 第二块的话呢就是关于WearShot的一些书籍推荐的 那大部分是一些英文版的 第三块是WearShot它建的一个维基的页面 那么有些也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为那个帮助文档 大家可以在上面去查看 那么看一下吧 关于这三个网址的话呢 那么第一个网址这就是它的一个官网 这就是它的一个官网 那么一般呢大家呢想去下载 最新版本的WearShot的话呢 你去进入这这个页面里面 直接进入它的一个道路页面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网址有时候的话 你必须要翻墙才能出去了 有时候感觉如果你不翻墙特别慢 包括下东西 但是你翻墙出去就比较快了 那么的话呢大家下载的话呢 像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版本给大家下载的 然后的话呢它目前的一个 最新版本的话像就是64 就是我们的1.1.12.5这个版本 那么它支持windows64和上12位的 当然也支持很多的其他OS版本 然后还有一些老的一些稳定的版本 大家可以还有开发的一个版本 所以的话呢就说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录的教程的话 是直接拿它的一个 因为我电脑是晕8.1 而且又是64位 所以我用的是它这个软件镜像来做的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操作系统呢 自己去安装 例如那像10版本 相对来说 我觉得会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我这次录像我直接用12版本 OK 它可以支持一些最新的一些功能 例如那像openflow协议 它像这个版本是能支持的 OK 然后的话呢是它官网 第二个网址的话 像就是它website的book 这个网址 那么相对应的它的一些教程吧 像这里推荐了很多本书籍 因为它website 像它也自己推出了一个叫website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客人体系 那么像这些书籍应该大部分 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的一些 像配套的一些书籍吧 相当于是这样的 像例如那这本书籍就是它配套的 这是它作者 那么的话呢 我给大家推荐像是它第一本叫website的一个网络分析 这本书籍 已经到第二版了 算写的比较细致了 然后第二本书籍应该是它的一个认证书籍 那我觉得因为我主要是看到它第一版书籍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去看一下吧 然后的话呢 这是它对应的一些认证的一些页面 大家可以点击去看一下 大概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自己官方也维护了一个危机页面 那么这个危机页面的话大家可以去 进入到这些链接里面 然后它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工具的一些介绍 我觉得像算写的比较好 不过对大家如果说英文能力有 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有点吃力一点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 大家呢可以如果有英文能力阅读能力的话呢 尽量用这个危机页面 像有时候有些按钮啊不懂的话 这些工具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比较详细的解释的 然后像国内也有一些 呃玩webs的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做了一个 有些什么webs的中文指导手册 大家可以去版图上面去收 有一些朋友是把这些英文页面也有翻译成那个中文的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参考去看 我觉得也算都做的比较详细的 ok 这个是我们跟5176的合作页面 那么顺便给大家讲一下吧 就是说我的webs做完之后 我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官网上面去 那么的话呢 呃大家可以平常去看一些new呢 因为呃我们webs的这个工具里面 后续我会用到一些像gen3 还有CNN里面一些技术的一些内容 所以呢大家尽量可以去看我们的gen3的一个基础部分课程 以及呢我们CNN的一些协议帐 免费的一些可能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协议帐的一些内容吧 这样的话呢后续学了webs的一些内容会比较轻松一点 ok 然后呃像有些朋友就说那webs它是一个纯英文的一个软件 有没有一些其他相对应的一些软件推荐呢 像是有的像个软件我都用过 像sniffer这个应该是最老牌的一个工具吧 那他现在好像感觉有点停止更新了 就好像到现在到4.9的一个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是olympic这两个版本都是老外自己做的 但是的话呢就是呃有限下付费的 而且有时候你换那个晕8或8.1的话用起来感觉就经常崩 所以我感觉稳定性就没有比rush了这个开源免费的来的爽 呃但是呢有他们的好处了 例如他们的图表分析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强一点 然后中间这两个软件的话呢是专门呃用来研究那个htp 专门用来研究这个web协议的很多朋友想做web前端开发那些想很多时候也要用的这些工具 也是用来做抓包的 那么他的应该是专门针对那个htp协议的 所以这快高人肯定比其他一些通用的像webocar 啊sniff啊olympic这些功能都要强 然后有一个软件我个人觉得算做的比较靠谱的 就是说很多新手可以第一次玩的话 也除了用webuchar 可用配套这个克莱网络分析系统 就因为他是一个呃国内做的 所以他做的很多一些工都觉得蛮接地气的 也是图形功能做的比较好 统计功能也算做的比较靠谱 所以大家可以配套两个使用 例如你英文版本可以用Wash 中文版本可以用克莱分析软件 我觉得算OK吧 而且有一些它还有一个免费版本 就是大家可以去使用 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一个软件 大概的功能介绍 那么大概的平台支持 有哪些网址供大家去下载 去查看它版主文档 有哪些相对应的一些软件 大家可以去一起去使用 去看一下不同工具之间的一个侧重点 那么反而我给大家建议的话 就是英文版本应该 我觉得用Wash已经算够用了 因为很多大家以后学到后面去的话 看很多教材 很多所谓的大神 很多做的教案都是用Wash来做的 包括大家看一些CMPS 有时候一些抓包页面 也是用Wash来做的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 大家学习其他比较高端一点的 一些网络技术和安全技术 会比较切换的话 会比较流畅一点吧 就这样介面的话长得一样嘛 然后他说国内版本 我觉得用课来应该算够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软件介绍 OK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这个课程中解采 我们这个课程中解采